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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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家庄内 谢家俊查到暗记簿上有一霹雳银缩 江湖之中有三个门派的暗记与此相似 第一派的三角掌在60年前就被火焰鞋身掌壁于天山 而第二派为名门正派点仓派 掌门冷凌潇绰号八番无敌为人侠义 至于第三派则是哀劳山的邪教天香教 欲娟一行人得知限制后决定先去点仓山 待三人走后 天地人三魔突袭谢家庄 与此同时 玉华和龙剑飞也来到了谢家庄 登门后才发现谢家庄已经被闭门 而谢家俊留有一口气 告知了玉娟去了点仓山 而凶手却只说出了一个三字就断了气 不过按照套路来说 你就算先问凶手 这个老哥也还是只能吐着一个字来 玉娟一行人赶到了点仓山 碧姑因为没有吃到喜酒而心灰不满 准备着点仓派卸愤 陆玉奉劝师傅说你要开打也得问清楚了 而碧姑则搬出人生哲理说做人不用太清楚 不然我怎么会收你做徒弟呢 陆玉被怼得没话可回 只好跟着师傅不问缘由就直接开战点仓派 点仓派掌门冷凌霄先礼后兵 首先拿出本门暗器对比以示自己清白 接着告知点仓派也不是好惹的就和三人打了起来 几个会合之后 眼见点仓派大堂就快被拆了 冷凌霄事宜休战 不过三人要想离开得都点仓横门 结果一个老头玩阴呢 走出迷宫之后 三人来到了霹雳镇 此地满是地雷 若有不慎 登时粉身碎骨 龙剑飞和玉华随后赶到了点仓派 询问了下事情缘由 也不管自己理亏就打了起来 随后玉华一套无定飞环将冷凌霄击败 冷凌霄战败之后只好打开横门 要二人自己想办法去救 二人随后也来到了霹雳镇中 玉华催动无定飞环将地雷一一引爆 众人从霹雳镇逃脱之后 门派无辜被砸 徒弟被打 自己又记不住人的冷凌霄只好自认倒霉 昆仑派内大弟子欧阳豪 一直要求五位师父给自己报仇 说不知五福罗汉早已被龙剑飞打败 臭骂了欧阳豪一顿 心有不甘的欧阳豪偷逃世门打伤守山弟子 五福罗汉下令追拿欧阳豪 欧阳豪在逃跑途中被天地人三魔所救 并开始套路化的铜流合污 龙剑飞一行人继续赶往哀捞山的天香教一探究竟 在半山摇众人分头寻找食物之时 欧阳被天地人三魔如走 陆宇误打勿撞的闯入了天香教总坛 和蝙蝠怪斗了几个回合之后 被天香教主以九所飞灵迷昏 龙剑飞见二人迟迟不归就前去寻找 找到天香教时龙剑飞顺势捅死了蝙蝠怪 天香教主看宠物被杀 便与龙剑飞打了起来 只见天香教主将九所飞灵扔在半空 飞灵膨胀数倍直接将龙剑飞扣住 欧阳急忙使出吴定飞环解救龙剑飞 天香教主见到吴定飞环 便要欧阳立刻停手 接着说自己和吴定飞环孙必灵是结拜姐妹 且就是当年的双飞之一九所飞灵柳飘飘 误会解除天香教立刻放人 只见龙剑飞七窍流血浑迷不醒 原来是刚才欧阳用吴定飞环猛攻九所飞灵 龙剑飞本来在里边待得好好的 结果被占了个半死 柳飘飘说龙剑飞凶多吉少 只有万串助澜才能救其性命 玉花想起还好妹妹做了白手头头的支线任务 便和鹿鱼起程回燕霞山庄拿万串助澜 玉花恰好和火焰蟹神一同来到燕霞山庄 得知孙碧玲已死 火焰蟹神就要玉花仔细回想 终于想起大婚当天的不祥之话 火焰蟹神看完画卷便知晓凶手是谁 要玉娟救了龙剑飞之后 就一同去回头口的三绝公会合 火焰蟹神首先赶到三绝公 与天魔地魔人魔三个臭道士对质 这三人正是60年前 被火焰蟹神杀死的三绝长传人 为了向火焰蟹神报仇 而先行做掉了孙碧玲 以帮二人倾家联手 火焰蟹神不只三绝公